头条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的毛丽萍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爱翻案的皇帝 就是乾隆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 乾隆给明朝抗亲将领袁崇焕 翻案的事 以及他为什么要翻这个案 袁崇焕 广东东莞人 明朝万历47年的近世 他起初在福建担任支县 但是他对边关的事务一直很关心 后来调任到中央的兵部任职 当时明朝正为如何应对东北的后金势力而感到发愁 袁崇焕就单济前往关外查阅形势 回京后给皇帝上座说 只要给我足够的军马前骨 我一个人就能把东北守住 既然这样雄有成竹 边赛又正缺乏能干的将才 袁崇焕自然被派往辽东 到任之后 他在宁远筑城屯田 让宁远成为明朝在关外对抗后金的一个政政 但是天启五年 新任的兵部尚书高地 认为宁远、锦州等关外城池很难守住 就决定把这里的军队和百姓全都撤回关内 袁崇焕拒绝内撤 他表示 我宁前道也 官此当死此 我必不去 第二年正月 诺尔哈赤大兵进攻宁远 高地拥兵山海关却不肯救援 袁崇焕就写下血书 与部下誓死守城 并最终利用炮火的猛烈轰击使努尔哈赤溃败撤军 事后 努尔哈赤感慨说 朕用兵以来 未有抗炎行者 袁崇焕和人 乃能耳焉 表示自己被袁崇焕打得够呛 有一种说法认为 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场战役中 被袁崇焕的炮火击中 之后不致身亡 两年后 后京的新韩黄太极再次率领大军攻打宁远和锦州 袁崇焕与锦州守将相互配合 击败黄太极取得宁井大捷 袁崇焕两次守住宁远 击退后京军 这个让整个明朝上下是无补振奋 天启皇帝都激动的说 这是七八年来所绝无 足为封疆吐气 此后袁崇焕就继续 经略辽东 他提出以辽人守辽土 就是招募当地的百姓 训练他们成为士兵 也发给他们农具耕种土地进行屯田 那这些作为呢 无疑充实了东北边疆 与后京形成了有力的对抗 但是在政治昏暗的明朝 袁崇焕势力的做大 这个也使得皇帝和一些大臣 逐渐对他有所怀疑 从这二年 黄太极突然率军闯入关内 袁崇焕未能及时有效拦截 致使黄太极一路抵达通州 濒临北京城下 袁崇焕虽然急忙率兵回护京城 但是啊 崇祯帝对他的这个不满 已经很强烈了 一旦北京制围烧解 就将袁崇焕逮捕下狱 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时间里啊 还一直关心前线战士 亲自写信安抚因自己被捕而划遍的部将 而在此期间 东陵党人以及袁崇焕的门生顾力啊 也都努力为他上述辩解 希望皇帝能够开恩 燕党则对他极尽诋毁啊 说他通敌卖国 最终呢 崇祯帝下令啊 将袁崇焕处以折刑啊 是用最残酷的处罚 表达了他对袁崇焕的最终态度 崇祯三年8月16日 袁崇焕被押赴西市刑场 那刚刚经历了 军军劫扰啊 又不明就里的经济百姓 沿途为官 奸臣卖国贼啊 这样的骂声师不绝于耳 行刑时啊 据说美割下袁崇焕的一块肉 围观的百姓们都争相购买 当即生吃 边吃边骂 唇齿之间流淌着鲜血 就这样啊 一个在临死前 还副师表示 死后不愁无勇将 终魂依旧守辽东的将领 在立骂和屈辱中啊 以最悲惨的方式离开了人间 乾隆47年 当乾隆皇帝在阅读编修好的明史时啊 偶然看到了袁崇煥的事迹 他表示 袁崇煥都师寄疗 虽与我朝为难 但尚能忠于所示 彼时主婚正案 不能请其成困 以致身离众辟 身可敏策 袁崇煥系广东东管人 现在有无子孙 曾否出世 着传玉上安 详细查明 欲变俱奏 就是说啊 袁崇煥虽然与清朝为敌 但是他始终忠于自己的皇帝 是明朝皇帝的昏庸啊 导致了他的悲剧 这样是不对的 乾隆令广东巡抚上安 调查袁崇煥的后代啊 希望给予他们安抚 可惜啊 袁崇煥没有儿子 他获罪时啊 家人又都被流放 很难找寻 直到五个月后啊 上安才回复皇帝说 袁崇煥无私啊 当初曾经把堂帝的儿子 过继为私 现在终于找到了 过继来的五世孙袁炳 此人没有任何官职 就是个平民 乾隆帝又问上安 袁炳的具体情况啊 说如果他识字 而且文理通顺啊 就给个殉岛的职位 而如果只是粗通文字 人尚明白 就给个左杂官不用 而如果没读过书啊 是个务农的文盲 那就赏给八瓶顶带容身 上安回奏说啊 袁崇煥的五世孙袁炳 粗小文字 人尚明白 就按照皇帝所说 以左杂官选用 到了嘉庆三年九月啊 这个时候乾隆 还是太上皇啊 皇帝就批准了 广东巡抚 陈大文的请求 让袁崇煥 入寺相嫌词 从此啊 袁崇煥的身份 从卖国贼 正式转变为 被公开纪念的 民族英雄 就这样啊 乾隆给袁崇煥 这位抗清将领 翻了案 洗刷了他 在明朝的罪名 让他成为 被后世称道的 英雄人物 还给他的后人啊 以官职和俸禄 让他的家戏得以传承 乾隆在翻案时啊 并不在乎 袁崇煥曾经 尽力反抗清朝的事实 而将重点锁定在 一个大臣 是否能够 对自己的君主 始终保持忠诚 至死不欲 实际上啊 他也是借此 在清朝的臣子中 掀起一场 忠君爱国的教育运动 所以啊 给袁崇煥翻案 不仅是乾隆 对原本人的 钦佩或者怜悯 也是他质述的 一种反应 大家对乾隆 给袁崇煥翻案 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对原本人的